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短片你说 你性格会比较敏感吧 如果我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 我做了一些 可能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并且是无意中的 你会小本本记下来 记仇了 这肯定不会 因为敏感的人 到最后就会大智若语 你懂那种感觉吗 好 就一开始很敏感 到最后就是感觉 其实这些东西 我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没必要那么敏感 就是我过的生活中 我其实可以很坦然地 就是面对这一切 好的 你小时候的懂事 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我跟那个父母的话 就是我会报喜不报忧 因为父母其实很关心你的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 就是你跟他们说 有一点点不好 他们会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大 3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个报喜不报忧 就我从小也是一个那种 报喜不报忧的 在高中那一年 然后去上寄宿学校 然后我爸妈就非常放心地 把一整个月的那个生活费 都给到我了 然后开学不到一星期 我就花完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他也知道 我小时候在家面 一直没有去真正地去 自己去管过钱 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说 你现在还有没有钱吃饭啊 就没有钱就跟爸妈讲 爸妈就再给你补 我当时身上只剩50块了 我当时就降着一口气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没事 我管的可好了 然后挂完电话之后 就拿那50块钱成了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 就对我来说是让我学会了理财 对 你这个我也特别有感动深处 真的 就是如果说是你女朋友 她很喜欢一件东西 但那东西可能比较贵 你会在一些纪念日 或者节日之后 去给她准备吗 这个就是 因为首先要打听嘛 这个东西确定就是她 那我就买它 如果你觉得就是 就是还差那么一点意思 之前有买过类似的 就可能会商量一下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到底适不适合 好 谢谢男嘉宾 我觉得你的消费关 还是我觉得很合的 谢谢